dj 哇 一看就想乐 在啥 头型的太酷了 你说你思思念日日想 好不容易预约了好几次 找到一个你以前非常信任的理发师 给你理成这样 人有视角 马有视体 智者千里还必有意识 我看他还是个愚者 原谅他 问题是你告诉他了 让他少脚一点 少踢一点 结果是吧 那就耳朵被驴团塞住 我也没听见呢 我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已经剪完了 挺好的 还好他是头发还能长出来 怎么呢 要不然还截肢了 对啊 要不然截肢了怎么办 但是你配你这身衣服挺好的 我觉得 那我是专门为了这个头发 去配的这身衣服吗 那怎么办 那做设计师的总要考虑一下 就整体效果 对 没错 我宝贝是设计师出身 而且是软装 硬装都可以 室内设计师 全能行 如果想知道室内设计的更多的信息 请关注我们的频道 谢谢 哈哈哈哈 哎呀 今天你任务很传重啊 对 今天要拍出好多奇迹 而且这个地方也很值得 第一是值得我们也去 第二也是值得向朋友们去推荐 嗯 这个地方就是还是蛮有蛮值得去 主要是加拿大很少像这样的一种小镇啊 或者说是一种农贸市场呀 嗯 我这是第二回来 反正每次以前经过的时候 有一次我跟我老板开车的时候经过 然后我老板还给我推荐 哦 就这名加拿大人他们也觉得这个 嗯 不错 不仅仅是风景优美 而且呢 它比较具有一些 历史意义 和地方特色 嗯 你看你为了今天的一行 做了大量的案前的准备工作 特别是你还做了充足的这个饭前的准备 今天早上什么 没吃准备啊 就准备待会儿去吃好吃的 我要留着肚子给大家试吃哪个办法 那我们就去看一看 Go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家国风情 我们今天又出来逛了 今天带你们来到呢 是全加拿大最大的一个农贸市场 它是全年都开放的 每周四跟每周六的早上七点到下午的三点半 大 Está 滩 大也要浩 大 小天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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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其实有很多的摊位的摊主呢 其实都在这边你住了世世代代了 因为这个market从1975年开始开的 所以呢他们是从 也就是说1975年才会有这些小商贩开始 开这样一个比较有规模的这样一个market 在之前可能就只是大家来赶集的 我们还想去采访一下别家的摊铺 但是不知道可不可以 从这个里面的市场出来呢 我们就到了外面的这个flea market 就是跳蚤市场 哎呀我的妈热死我了 今天爆的是20度是吧 爆的上28度我看出会有35度吧 先烫我确实烫我确实把空调打开 哎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还是非常好的 真的 非常好的 没看着马啊光闻着马笨了 哈哈哈哈 就是啊其实今天有点遗憾就是没有看到他们门诺教徒的就是那个 驾着马车来卖东西的那个样子 就光看到他们有马车在那边的没有看到马 然后闻到一股马粪味儿 然后混合着那些蔬果的香气 这个味道确实挺奇怪的 农家确实来到了农场的庄园 对 其实这个市场如果是正式开了的话 就是不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我觉得还是挺值得来玩一玩 转一转 因为其实在加拿大挺难得的能找到一个就是农贸市场 大多数都是超市 没有什么那种当地啊手工啊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其实你到一个地方旅游啊或者是转一转 就是想要看到当地的一些风情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 然后呢 这些东西其实挺挺能体现的 挺难得的这个地方 然后呢 这边是一个德国的小镇 我们现在马上要出发去到一个德国的小镇里面去转一转 然后看看有当地其他的一些小店里面都卖点什么 哎呀我们特别特别的幸运今天看到了 竟然真的有人骑着马车出行啊 这个轮子看起来好像没有圈 很单薄的样子 哇这马很帅 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呢 比较特别呢就是它位于多伦多大概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叫做Saint Jacob 这边有一个比较著名的桥 现在就可以带着你们来看 就是我身背后的这座红红的狼桥 其实之前不知道什么叫做狼桥 为什么是狼桥 其实在英文的翻译中间的狼桥就是Covered Bridge 很简单就是它上面有一个东西盖着它 然后这边的这个狼桥呢之所以有名就是 因为我们当年有一个电影叫做狼桥一梦 它是在这里选址的 但是呢当时的那个位置是 说它应该是在美国俄亥俄州 爱荷华州 但是呢其实这个选址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西边 叫做一个Saint Jacob的小镇里面 从小镇里面 这个桥确实很漂亮 但是说实话 如果不是看这个电影的话 也许我这么一走一过 印象不会特别深刻 一般的景不都是 就是因为有一些背后的故事 这个景才觉得美 没错 来我们再走一遍这个桥 想象一下小说当中 特别是电影当中的 那个男女主人公 他叫Kissing Bridge 咱俩没有Kiss 快快快扶上 这上面有点就是 您这摩墙不快也够 有点仓俱 这回背景是这个桥了 来来来再来一下 也祝镜头前面的你们 你们如果有非常刻骨铭心的爱情 还有你们已经找到自己的真爱的话 欢迎你们来这边打卡 然后呢Kissing Bridge 然后再让你Kiss一下 就能算打卡成功哦 今天我带你们来逛的依然是这个San Jacob小镇的一条主街道 一般呢在小镇里面都会有两条主街 在加拿大的情况下 是一条Kins 一条Quins 希望今天能碰到门诺教的一些人 以后我会带你们去看一看 他们比较有特色的小店 我们去看一看 最重要的就是看哈利波特的扫帚 你说它是光龙2000的还是光龙2020 希望我骑着它真的可以飞起来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宝贝 我们今天结束了 结束了 打板结束 是是是 哎呦这不晒都会冒油了 我也是 我又晒黑两个色号 这一周一共晒黑了四个色号 我现在快变成东南亚的人了 不过很成功啊 非常成功 这是超乎我的想象 真挺好的 是超乎你的想象 还是没有达到你的要求 开玩笑 真是不错 而且呢 你看 这就是我们创办这个节目的一个初衷这个 playlist的初衷 家国风情 风情 不是说我们这边 哎呀请看那边一个大房子 完了这边有一个海鸟什么什么 你是在讽刺我吗 不是不是 我说这意思什么呢 没想要做的东西 真的 那我就是个导游呗 我觉得你比导游要高多了 真的 高导游 高导游 真好 真好 革命尚未成功 下一站准备去哪啊 下一站呀 我们现在预计有很多个地方可以去 比如说近期我们准备要去一趟花瓶岛 对 比如说花瓶岛啊 比如说Kingston去坐个船啊 如果船开门的话呢 这都可以去 然后大一点的呢 我们预计还是去一下海洋三省 但是这个就这个比较有点大啊 需要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包括我老板配合 主要是神的安排 主要是神的安排 那就看爹怎么安排我们了 很好的 真的 我非常期待 我也期待 我们下期待 二位 多热 踤 也是 非常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